拜见仙姬 仙姬亲礼 何以为见谷主迎接啊 仙姬息怒 父亲日前仙士 现由浩清 继任谷主之位 大胆 谷主仙士此等大事 万花谷为何不报 实属突然 尚未来得及 死了便死了 仙姬收到焦人所献鱼尾丹珠 颇为满意 等仙师出关 仙姬有一些焦人 一同向仙师祝贺 此番前来 便是想看看殉焦成果 把焦人带上来吧 他干什么 别冲动 可惜世间并无双拳法 本宫想要灵光群 便再也看不到那条漂亮的鱼尾 不过还是该赏 本宫喜欢灵光群 远胜过鱼尾 本宫要在万花谷附近游弯数日 这些天 你便侍奉在本宫左右吧 你便侍奉在哪 无礼焦人 仙姬让你侍奉是你的福分 仙姬 焦人出断了 落地如行走与刀剑 不宜长途跋涉 还望仙姬可以开恩 是你啊 那个狂妄的御灵师 本宫听说 是你让焦人开口说话的 是 你该明白 你所训的焦人 必须要讨本宫欢心 那么现在 你能让他跟我走了吗 我不会强迫他 季护法 还不请罪 之前本宫给万花谷所提的要求 绍谷主 哦 不 谷主 你可还记得呀 记得 那烦请谷主 再一条一条告诉这位季护法 让他记清楚些 先祭祈愿有三 医院交人开口 陈府仙姬 第二条呢 小仙可记得清楚 仙姬二院 交人断尾 永不归海 三院交人献出交朱 永无叛逆 那么现在 你可以抢破他了吗 不能 住手 放过他 你说什么 我都答应你 以本宫之尊 这世间珍宝 无不伸手既得 你侍奉本宫 已是板上钉钉 凭什么和我谈天见 先祭息怒 寻交不成 皆是好轻之责 还望先祭给我两天时间 我一定给先祭一个满意的答复 先祭 求您高抬贵手 请先祭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 先祭息怒我 我知错了 先祭 师父即将出关 不宜监月光 交人生性骄傲难训 既有御灵师通他性情 不妨手下留情 再给他们一些时间吧 师兄向来最懂得师父的心思 这次便听师兄 不必再上这副线索了 本宫不爱看 有这禁锢符 这交人跑不了 交人所犯之错 断其仙谷也不为过 现在我让你侍奉在本宫身边 你是轻饶了你 若他逃脱 其玉灵师不仅失职 还当以莲座问罪 除以雷法 这位祭护法 你可要好好地看管他 你记住 你对本宫来说 与这屋里的花瓶茶盏 并无二致 本宫高兴了 就会多看两眼 不高兴了 随手可弃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哄本宫高兴 或许本宫高兴了 会满足你一两个愿望 绰尤的兴致都让你们给败了 本宫再给你们时日时间 今日这般场面 本宫不想再见到第二回 听说你要见我 你是不是地位很高啊 能不能帮我一次 后日便要出发 你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可以告诉我 若不为难 我可以吗 我想 求见仙机 好 我死活都不听 流行 常依不知为何 会人求见仙机去了 承宇上仙 护法来得正巧 方才教人求见仙机 说有事相求 希望你也可以在场 我正要去请你 圣仙 我身上有病气 不宜靠近仙机 不如我就在门外守着吧 也好 我去禀报一声 怎么把你也扯进来了 长夜想干什么 大胆教人 仙机今日心情甚好 颇有兴致才答应见你一面 你却让仙机一等再等 该当何罪 仙机 仙机 姬云和我已经带到了 但此人身上有病气 只能在门口等候 现在告诉本宫 你到底要给本宫看什么 若是让本宫白等了这么久 留神自己的小命 我想了数日 该如何讨仙机欢心 可惜 教人只会唱歌 都说教人的歌声 乃天下一绝 本宫倒是有些兴趣 每少眼睛都是雨 眼前沧海的一地 时光如梦盘旋成那里 你把班为他着想 他倒好 转头就给仙机献歌 往恩赴义 如苍蝉说的 这首歌赞颂自有 他不是唱给顺德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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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想唱给我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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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月儿 传练下去 万花鼓重重有赏 那日仙机说过 只要我哄你开心 便可以满足我的愿望 没错 你想要什么 我可以和仙机一起 回陆台山 入仙师府 希望仙姬可以放了纪云河 这有何难 只不过 你的焦珠还没给本宫 本宫凭什么相信你 焦珠意义非凡 不能轻易相送 待我跟仙姬回去 挑一个良辰吉日才能给 这焦珠有何特别 焦珠为天赋义禀之焦人 潜心修炼多年才可修成 因其弥族珍贵 绝不能轻易相责 若赠予他人 便是焦珠最深切的情意 绝不收回 也代表着此生绝不相负 只望得焦珠者 得偿所愿 既然如此珍贵 本宫要让你当众献出焦珠 一展本宫的风华与尊贵 本宫乏了 都退下吧 可需要我再去请一次护法 不必了 请 仙姬是要怪罪的 有积谋在 耽误不了 张仙实 我们护法说过了 这一路上搜集的奇珍异宝 都算做是您的功劳 我真的好羡慕您啊 能给仙姬献礼锯上添花 要不你分我几个 等等等 嘴真碎 金云河那肖战丫头 还能有这觉悟 我怎么就不信呢 你们可别自作聪明 暗地里耍花样 我去 张仙实 张仙实 你小心哪 吓死人了 都怪我没提醒您 这凶物是昨天我们护法 刚抓过来的 还没炫化呢 仙实 凶物狂躁 切记小心哪 我胡子没事吧 歪了歪了歪了 这个季云河 一路都怪什么险事啊 你们把旧我看好了 好好好 我的胡子 什么玩意儿啊 快回去看看您的胡子 别装了 别装了 都走了 别装了 都走了 别装了 都走啦 别装了 都走啦 是啊 他们俩玩心太重了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出去逛一逛 潮仪马上就去仙师府了 这几天是他们最后相处的日子 你就让他们多玩会儿呗 一定不能被发现啊 一定不能被发现啊 哇 这里和广武吉里讲的一模一样 人间百态世景风情 需要千眼见过才懂其中趣 光看书怎么过瘾 你看有什么喜欢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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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了啊 看一看 来 看一下 这个给你 这个是我的 衣服和配水都要搭配 这样别人看我 就知道我们是一起的 既然你想的这般周全 那我乖乖付钱便是 前面您 二位这 这些呀 都是成双成对卖的 正所谓凤凰双飞鸳鸯成对 这不行但卖呀 再说了你们这一个人一条鱼 他们没法成对嘛 为什么不行啊 这是 之前情爱讲究的是情投意乎 何必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呢 诸位 今日这里所有的腰坠我都买下了 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 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今日偏不要只有同类才能配对 只要喜欢 大家怎么搭配都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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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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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今次 还不扎 便会 Spy 只要是 你喜欢的都不贵 你若都喜欢的话 我们就把这集食 都买下来 买 买 这些我也买了 怎么了 可以了 不要再买了 不可以 只要你觉得没进行 就不可以 这些钱币和零食一样 得来的都非常不容易 我不希望我走了以后 你染上了 挥霍无度的坏习惯 找不保夕的 未来本来就是个 虚无缥缈的东西 与其精打细算地 去计划着未来 倒不如好好享受当下 你还记得出发前 我给你说过的话吗 不求一事 只争招心 对啊 以前总是省吃俭用 却不知道花钱 这么让人快乐 不说了 走吧 想要什么我给你买 云和 陆露 你干吗呀 他们回来之前 你不能出去 进去 他们出去时太太久了 人有三斤 你不能出来 快 别不住了 你就让我去吧 这一路上装神弄鬼的 原来酝酿着逃跑呢 说 纪云河带焦人跑哪儿去了 不说什么 我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罪 劳烦仙士亲自动手教训 你私下带走焦人心怀不轨 还敢在这儿跟我狡辩 我是带着焦人上山踩山针 准备敬献给仙姬 焦人已经送回了营章 仙士连这都阻拦 岂非是对仙姬不敬啊 呸 懒得跟你掰扯 先生怎么不问问 这是不是的阴魔疯啊 继续喝 抱歉 我应该早点回来 季虎法今日出门采集山针 遗漏了一样 金某特意给你送过来 原来我与长翼的一举一动 皆在上仙的掌控之中 为何没有揭穿我呢 这焦人始终是你训顺调教的 你对她有感情有不舍 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不是真的想逃 那我又何必多生是非呢 金某只是想提醒 季虎法一句 师父两日之后就要出关了 在那之前 我们必须要抵达路台山 焦人注定是要进献师父的 你对他多加用心 除了徒增日后的伤感 什么也改变不了 多谢上仙提点 云河会铭记于心 听口 我看你面色有些憔悴 身体不舒服吗 一路奔波难免会有些劳累 若上仙真的有心的话 晚上都给我加几个菜呗 快去喊灵昊进来 多谢兄长 你的灵力已经压制不住 脉象越来越紛乱 再这样下去过不了今日 既然是这样 我就更应该抓紧剩下的日子 不留下任何遗憾才是 不留下任何遗憾才是 君云河 你这是在玩火 都冷了大半辈子了 是时候应该暖和一下了 我去找些自养经络的药 兄长觉得还有用吗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 这割好的 没事吧 你今日为何如此安静 平日里你不是应该 乍乍乎乎的 说我这些都是自作自受吗 你这几日真心笑得赐助 比以前在万花谷 加起来都多 看你这么开心 我怎么能忍心扫你兴呢 只不过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结一段情缘这么费零食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趋之若鹜呢 乐乐啊 你这一生怕是 只能跟临时结缘了 那我自然也是愿意的 要是长衣也像你这样就好了 他的痛苦也许会减少一些 你真的没事了吗 已是最多的 不过能读找人 不幻想的 这理论 不是很有眼睛 你会想看什么 这一家笙 我长得见他 希望是一个宝贝 我认识一下 那看来我这马车要掉头 再去万花谷走一趟了 不用 我说过了 我不会伤害先机的 那你便还是臣服 我只是 在保护一个人 你明白你做的是什么选择吗 知道啊 承宇上线 明日就要上陆台山了 我可否带着娇人去附近散散心 顺便带他去看看 陆台山下的人间美景 请便吧 谢过承宇上线 承宇 明日就要分别了 你有什么想吃想看的吗 你想去看什么吗 这一路走来你要吃要喝的 怎么忽然对我客套起来了 你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我也想知道 你想看的东西 和你喜欢的东西 这不重要 而且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别浪费在我身上 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想更多地了解你 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事情 那走吧 我想去的地方正好在附近 我想去的地方正好在附近 你也我想去的地方正好 我现在你想去这身材 你 flower 你笑吗 你笑这个 好 你笑 她 你�가 我 你我 云和 我觉得 你不应该姓姬 那应该姓什么 你应该姓风 风云和 像疯子一样的云和 你应该像风一样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 我真不敢笑你傻 你是大只若鱼 来 过来坐 凡人都羡慕我们仙人 却不知我们居住青龙 日复一日地克制着本心 越漫长的生命 便是越漫长的孤寂 反倒不如那些凡人来的 肆意真实 日处而坐 日落而息 三餐四季岁月静好 所以这几百年 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人间 你看 是不是很美 很美 你也是 我也试试吧 你也和这山川一样 都让人喜欢 果然 我味道 我也恨 你也有 救命 快 你 我 看 我想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那是什么 今日神间的中秋佳节 人们会办上林灯会 而且有情之人 还可以一起赏花 赏月 还有赏灯 想去啊 我觉得那个地方 很热闹 很温暖 像你一样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走一走 走 你还要走 秦护法 我早就提醒过你 既然注定离别 何必用情太深呢 比起劝告 我更看重誓言 我早就答应过长衣 这一路要走得尽心 实现一切远勿 不留遗憾 就为这一句话 当然 我若是想逃走的话 早就带着长衣走了 何必要跟你们一路 一起走到现在 如山在即 务必在午夜之前回来 几乎法师聪明人 应当心里有数 多谢承宇上仙 张仙使身上的风毒未解 即承宇带他先一步 回县师府治疗了 眼下云合正带着 长衣游灯会呢 还跟我说 之前拜托你的那件事情 是时候动手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啊 你们到底要把长衣怎么样 放心 我会护好云合 留在这儿 有任何情况传信给我 我快又原来 过去 都会愿意 那个家事 以后 别 survivor 你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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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走 你看 你看 這個叫糖蒜 是民間非常有名的小吃 它味道是大了點 但是吃起來 非常的酸甜爽口 不吃一下實在是太可惜了 來 我 我就不吃了吧 你吃啊 來 吃 不了不了 你沒事吧 受傷了沒有 你自己一個人呢 爹爹和娘親呢 你長得真好看 我要送你 我 你確實說過 我很好看 這是哪家的小孩子啊 陽光跟姐姐一樣的多 姐姐也好看 但是 姐姐的東西 應該有個惹心自作 你也覺得 要吃 怎麼可愛 你比較剛好看 謝謝 沒事 慢走啊 樂樂 方才又去哪兒玩了 不要再亂跑了啊 來釣蜥魚啊 釣上來蜥魚有紅繩手链啊 紅繩手链 你知道吗 有红线相连便可千里姻缘一线千 携手白桃公道了 只要捆在一起 我们就不会走丢了 所以说 我能不能回得来 能不能活到老 就看你了 来 都来看看啊 有红线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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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手白桃公道了 只要捆在一起 我们就不会走丢了 能不能活到老 就看你了 来 都来看看啊 有红线相连 我给你钓 我给你钓 我就不信了 交人我都能搞定 我还钓不上你们这些金鱼 你看这些金鱼 都游过来了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可以啊 都会作弊了 你教得好 曾经至纯至善的交人 我可真是聚过 吊上了 给我吧 好 你说过 只要有红线牵着 就不会走散 就不会走散 来 带着她 带着她 无论在哪里 我都可以发现你 云禾 不管是现在 还是来时 我都会找到你 我们都会在一起 对不对 我会等你 但是这次我们必须要分别 我会等你 但是这次我们必须要分别 还是我能在茫茫人海中早点遇到你 好 大魏八月 半夜了 这夜终究还是要结束 云禾 你留下来吧 别跟我一起回营地了 为何 父亲说过 只要不亲眼目睹离开 心里 就不会那么难受 这一夜 我过得很快乐 也很自由 因为 离开了万花谷吗 也算是吧 只是现在我才明白 其实我想要的自由 并不是要走很远的路 而是这颗心毫无畏惧 从此刻开始 我什么都不会怕了 希望你 从今以后的每一天 都可以像金眼一样 开心 也希望你 可以勇敢自由 我没有受伤啊 摸一摸会更康健啊 你 长夜 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你像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啊 你身上有所有我期许的美好 正直又坚韧 温柔且强大 我希望这些 永远在你身上延续下去 不要停在这里 你面子 尹 他 摸你 摸你 跶上 在你身上 听你父亲的话 不要目睹礼品 一塌塌飞沙 我想你在某个塌方 自由的欢窗 别再想起 关于我的过往 这里发花有双方 如你般明朗 转眼过几万个光年 你可曾看见这世间 如你传着 渠道人间 从一开始 就不只是为了游安 走一步算三步 你还是那个姬云河 我是有过一些冲动 但还是清醒的 我就算带着他跑了 我们也相守不了几日 我不在 万花谷便会受到牵连 这比账不划算 常义就交给兄长了 等他醒来之后 就按照我们之前 说好的形式 就算我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在骗他 他当真愿意乖乖离开 常义最讨厌被欺骗 若他知道我一直在利用他 对他有所图谋 他定然不会来找我 吉成宇的人已经习惯我 带着常义来去自由 他们暂时还不会发现 常义的失踪 此处又很偏僻 我还设下了结界 不会有人知道他在这里 等顺德将我治罪 到时事态平息了 还望兄长可以悄悄送 常义离开 既然你下定决心骗他 为何又费尽心思 待他这般周遥 创造的梦越美 等到他毁灭之时 便会越让人绝望 我一开始不就是想让他 对我死心吗 再说 我并非没有死心 我也不过是一个 普通的小仙 我也怕死 但如果能在死之前 可以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我也不算是枉费这一生 兄长 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 也是最完美的御灵 还望兄长可以信守承诺 云和别无他求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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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找到办法了 怎么会是这种 玉石俱焚的办法 你怎么来了 露露 不是让你待在营地吗 你还说呢 如果不是我 放心不下根过来看 我怎么能听到 你这种没有良心的话呢 我们不是说好 要一起买仙岛的吗 我可能要失约了 露露 今后你不必再追随我 大可自由地去游历四方 我一个人游历有什么意思啊 仙岛 仙岛 不是有你有我 有我们才叫仙岛的吗 你真的要为了长衣 丢下我了吗 而且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就算打断你的腿 我也不会让你去见他 露露 我已经见过这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我一直期盼的自由 现在已经够了 可你不懂 还有很多东西你从未体会过 从今往后 为自己而活 请 非凭 对了 总共和 From吧 你会数点 你是四海盲荒最大的骗子 你这条大尾巴余生的针票 欢迎来到万花谷做客 一五行 积云和 不说叫人一生一世一双 既然我们做不到 我们不求一失 只争着心 潇洒四溢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好吗 说不定 这个结局也还不错 叫人不见了 叫人跑了 快点 快 快快快 快 快 季虎坊 叫人跑了是不是你做的 叫人灵力高深莫测 他若跑了 怕是寻常人也抓不到他吧 你把他藏到哪儿了 先机若知道才能够 此事你可知道后果 我大概是没得救了吧 只是连累了上仙要跟我一起挨法 不过上仙是仙师的爱徒 身份高贵 想必也并不是先机想杀便能杀的 对不住 连上仙一起算计了进去 留下一队人看好计护法的帐篷 剩下的人分头去追捕较人 若有任何发现 马上发信号通知 是 金宁 您我各自率地去找 是 师兄 大魏 巴鱼 只是 过了今晚 一切也就结束了 云合 救人 云合 云合 我不要你用命救我 我要带你一起走 大魏 巴鱼 对不起 没想到最后 还是要用这种最残忍的方式 运河 运河 蠢货 放你一条生路 你居然还自己回来找死 运河 你在说什么呀 反正娇助业已经到手了 我也不用再跟你演戏了 我以前对你好 是因为你尚有价值 我得一步步红你 让你说话 断尾 献出焦筑 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 就跟一个废物一样 对我来说 你没有用了 运河 你怎么了 你一直以来对我都很好 为我也受了很多的苦 还被顺德鞭打 这些我都记得 我不用苦肉计 你如何能真心耽误 我们俩就是以欺骗开始的呀 你该不会以为我是真心地爱你吧 爱这个字 这几百年来我对多少人说过不知道多少回 所谓玉芯说得高深 其实来来回回不过也就那些手段而已 既然玩弄了你 那我多少近一点人情吧 滚 别再来纠缠我 云河 你不是这样的人 你和别人不一样 你到底怎么了 我当然不一样 我是纪云河 别人不能让你听话 只有我可以 我耗权 耗势 耗力 怎会为你放弃四锦前程 大尾巴鱼 这个称号也该改改吧 所谓娇人 说到底不过就是一条脸 这么久以来 只要想起你那条大尾巴 我就恶心 我带你一起走 你说的这些话 我都不相信 救人在这里 我要带你一起走 追马 毁度 明镇有那么多守卫 长衣应该已经对着 这次 连云河都拦不住了吧 抓住他们 长安居然逃了出来 还带着云和一起 他们俩又干了什么 纪云和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是放不下那娇人吗 该怎么办 与娇人死头乃是重罪 被嫌弃抓住 云和没有过路 你干什么 我说过 我要报的是他的命 信不信随你 好 我信你 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不能牵连毛好过 来 师兄 师兄 有一路先师府弟子未能赶到 怕是遇到了什么阻拦 叫人和技护法呢 长那个方向堂了 师兄 他们不会真的跑掉吧 他们的路 马上就要到尽头了 给我追 是 已无退路 我 放手 我不放 你说过的 只要我们在一起 什么都不用怕 你离开这儿之后 就可以自由了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我所说的自由 我所说的自由 是潇洒自在 逍遥世间 不是颠沛琉璃逃亡一生 更不会带着这样一个死缠烂打的累赘 这么蠢 还不懂 我说最后一词 放手 我说最后一词 放手 心里才是真话 你的心我很明白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为什么不说出来告诉我呢 没想到我如此厉害 哄得你对我如此喜爱 真心的话自然是有的 如果我不真心以性换心的话 如何换得你全心相许 但我记云河的心 从来都是给得出去 也收得过 这场玉交大局早就该结束了 骗你骗到现在 我都腻了 你还不腻吗 还不贤 那我便告诉你 我同你说的 字字句句 从未真心 你要不走死在这儿也行 反正对我而言 你的死活 都一样 都懂我相认 都懂我相认 我 如果有来生 别太单纯 我远离了悲伤 从此我虚落 光却凡生 父亲说得没错 岸上却是假意 并无真心 但为了 这个女孩 从此恨我 再也别回来 你 季云河 你身为万花蛊护法 你知道你的做什么吗 你知道你这样做 你会怎么样吗 我再清楚不顾 我季云河的人 何时轮到你们来动手动脚 大胆 今夜可真是热闹 静脚的仙姬亲自前来 竟敢违逆本宫之令 你是想死吗 听令 那也要看听谁的令 仙姬仗着仙师之事 想要事实顺心 但我的存在 就是为了向你证明 这世间并不是所有的事 都能尽如你意 常义的一番好意 被你恩将仇报 生生安了个嘴 今日你来得正好 你欠常义的 我来替他收回 一派胡言 姬承雨 替本宫杀了他 其余人下山去搜浇人 是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今夜过此牙者 输 杀了他 给我杀了这罪徒 废物 都给我杀 都给我杀了 不 金虎法 收手吧 我知道你在为交人争取时间 但你快撑不下去了 金焰我不能退 也不会退 还有谁 放箭 都给我放箭 爸 再放 为什么 你给我讨厌他站着 他为什么还不倒下来 我 我 死了 他终于死了 姬承宇 继续派人去搜寻娇人 不管是死是活 本宫都要将他带回去 至于济云河 死了便死了 死了 本宫也要将他碎尸万段 挫股扬灰 九尾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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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岭石的身上怎么会有九尾湖的灵力 九尾湖又如何 凡是违逆本宫之人都得死 来人 诛杀继云河 诛杀雕人 本宫要断齐仙谷 会齐灵丹 直接 Hank 服务 纪承宇杀了他 你 你若敢动本宫一死也好 本宫定调你 神行俱灭 优优独播剧场 有趣 你到底是何物 竟让师父提前出关 托儿有罪 今夜之事不必再与人说 包括如灵 那这御灵师 这等新奇之物当然留着 带回叢记所 我要他成为一个秘密 是 如灵